黑粉来了 骂你 踩你 你怎么办 怼回去 骂回去 拉黑他 还是采取其他什么样的方法 老胡今天 希望通过这期节目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 这个问题的话 因为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情况 包括我自己 还有很多的学员 所以我是深度思考 有一些经验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这期节目 不是跟大家讲 就是讲哪一种方法最有用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付这个问题的 一个思考的一个框架 那么我把它分成四个层级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讲着 这个心态进阶 那么不要把它认为 这是唯一的一个 好像是进步的方法 或者解决问题的 这样一个路径 我把它分享成 这样一个不同的层级 主要是让大家看见 在不同的层级里头 由于思考方法不一样 那么我们处理问题 也不一样 那么更多的 就通过这种分享 让大家看到 就是有不同的处理 这些问题的方法 那么你掌握了 这些方法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 放到你的工具箱里头 然后在你觉得恰当的时候 把它拿出来 用就行了 对吧 就像那老虎钳子 扳手 狼头一样 你有这些工具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它分成哪四个集 第一集 收到正向的反馈 和收到反向的反馈 我把它两个对照起来 注意 你看 我是把它 这样子用一个情绪 或者是 这样一个心理状态 来描述它 最开始的时候 绝大部分人 收到一个正向的 都觉得兴奋 收到一个反向的 是难过 那 这个是很多 开始做自媒体的人 他没有这种 来自于 这种公开的 陌生的 这种反馈的时候 往往会 觉得 就是 这种体验 是跟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 单位 学校 同事 或者家庭里头 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人点赞 有人鼓励你 或者什么样 最开始非常兴奋 对吧 他都不需要 具体的表扬你 就是讲 喜欢挺好 或者是给你一个赞 你都兴奋 但是 反过来讲 就是 你会觉得有点难过 为什么 我会用难过这样一个词汇 当你看到下面一集 你就会能够理解 好 我们看第二集 第二集的话 就是 正向的反馈的话 他就高兴 注意兴奋到高兴 他的成绩 低了一点 最开始的时候 非常难得 非常高兴 甚至他都能记得 就是这个人是谁给我留言 我到他的频道里就去看一看 对这个人印象特别好 所以这个程度就低一点了 从兴奋到高兴 你看 这个反面的 那就有点反过来的 最开始难过是 就是说 我觉得我自己不咋的 好像被别人误解 这个难过到愤怒 它的成绩是什么东西 愤怒是 你觉得 你被曲解了 而且你也有力量 你才会感觉到愤怒 对吧 你难过是 往往是 就是被一个 比你更强大 更有能力 的力量的时候 被它曲解 你会觉得难过 所以是比较弱的一个 比较委屈的一个心理 但是愤怒的话 愤怒会导致你什么 骂回去 大回去 或者是就是 他要粗暴 你比他更粗暴 就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第二集当做 这个人在网上 有一点惊艳 他有一点点粉丝 他的这种人格 在网上的人格 或者IP 在逐渐的丰满 和形成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 会产生一些骄傲的情绪 我好厉害 你看我这个粉丝 都喜欢我 都催更我 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是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 更多倾向于 就是正向的这种反馈 对这个 反向的反馈的话 他就从最开始的 这种心虚 到 感觉到他有理由 来愤怒 为什么呢 因为一些正向的反馈 加持了他这种情绪 所以这是第二个级别 第三个级别 你看 这个情绪 进一步的 这个减弱 正向的 他变成温暖 就是说 这个表扬信 我收的好多了 我不会像第一封表扬信 收的那么兴奋 也不会讲 那种高速成长的 这个粉丝 不断的涨粉 那种高兴的感觉 这是觉得挺好 这个人的评论挺好的 就是说 他真正看懂了我的节目 看懂了我在这里头 想传达的信息 这点巧思在这个地方 那个心弦会一动 早上起来看到这个东西 总觉得 这个不错 就是给我的一天 增加了一点 这个温暖的色彩 是这样一个 所以你看这个 情绪的这个程度的话 在不断的 在正向这个方面 是降低 那在这个负面的 这个方面的话 你看 从难过到愤怒 它是个升级 然后愤怒到不悦 又开始下降 那这个是啥意思呢 就是你有某种 这个顿感力了 你有抗打击能力了 你会知道 这个城里人很可怕 他们就是会 他们就是会说瞎话 会骂你 会不讲礼貌 所以你从最开始 讲完这个世界 全都是坏人 愤怒状态变成不悦 这种就是 你在愤怒阶段 收到了很多很极端 你这一辈子都没听 说过的难听的话 然后在第三集 你已经见怪不怪了 你不会再会 那么愤怒的情况 你还是 人家说你的话 人家误解你 你还是不爽 对吧 所以很多人 就会在这个 这个级别 长期的就在这个阶段 没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不对 有的人就在第二个 就是我就是爱政分明 我喜欢 你喜欢我 我就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 我就叫你滚蛋 我就骂你 我就拉黑你 甚至我还做节目来骂你 很多人在第二集 也没毛病 也没问题 就是 我总觉得 我们人是多面性的 没有必要按照一个 这个模式去生活 或者去经历 或者体验 就是你要非常清楚 你知道你自己是哪一种人 然后你里外 这个人前人后 镜头前镜头后 是同一个人就好了 你表现的是真诚的 你就是那个愤怒的 爱政分明的 你就待在这第二集 挺好 没问题 不一定要觉得事故圆滑 假装放下放下放下 没有必要 所以这个是 我讲的是正常的一个人 从从来没做过自媒体 这样起来的话 他是一个绝大多数人 要走经历的这样的心路历程 好 第四集 你好奇是 第四集是什么 第四集 正和反 他重叠 他融合 没有绝对的正面 或者是反面 那么你看 我在这个方用的关键字是什么 面对 接受 反思 你不会想碰到了反面的 就不要看他 拉黑他 永远的 不要看到这个人 那么 你是 就是不带 自己主观情绪的这种情况下去 接受他 有人骂我 骂的对还是不对 他这个地方 是不是把我一个 我认为小缺点 他把它放大一百倍来攻击我 那么 我不会去像缩头乌龟一样 我不看他 我拉黑他 那么我就面对他 我会仔细的去看他 那个 这个 留言 然后去 接受他 然后去反思 注意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的情绪 既不是兴奋 难过 也不是愤怒 也不是温暖 这个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一个状态 你真正的 从一个博主 这个心态来讲 这是最 圆满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你没有把这个正和反的 这个口子关闭 你没有成为一个 就是 非常就是只能接受批评 只能接受表扬 不能接受批评的人 然后 你能够广开渠道 去接受 这个意见 进来 然后进来以后 不会加以 这个 情绪上面的 这样一个直接的反应 你会看到 这里头真正的 这个反馈 给你的信息 究竟是什么 好 那么 我们看 对于表扬 应该怎么想 想应呢 那么 你要 不借 不教不造 继续努力 对吧 这是两个方面的 第一 就是说 你相信 这个人 看了你的节目 花时间 来表扬你 来鼓励你 有的 他就是水平不如你 他对你崇拜 他对你欣赏 有的人呢 他其实 比你更厉害 他 其实是 心存善良 提携后辈 或者是出于怎么样 就是说 表扬你这个人 欣赏你这个人 赞扬你这个人 他可能来自于 跟你评级 比你低 或者比你高 你千万不要觉得 你因为 好评如潮 然后就老子 天下 天下第二 除了天地以外 就是你厉害 所以你不教不造 我就讲 不要带情绪 你要继续努力 你相信你有很多 很多改进的空间 不要讲这个人 你这完美 我超级喜欢你的 这个节目 很遗憾 我不能去看你 反正很多 变成很私人的 对你的一种精神崇拜 你不要觉得 你就是个大V 你觉得 不要觉得自己 是个异见领袖 然后就开始 从一个小村庄出来 现在就开始管 这个事与局的问题了 然后甚至管 全国人民的这种事情 要参政 议政那种感觉 千万别 这个就是你把自己 不自觉的拔高了 就是有十个人表扬你 一百个人表扬你 一百多个赞 让你自己飘飘然 觉得你是个人物 千万别这样子 你是永远都是 有改进的空间 当你是三年级的时候 三年级水平的时候 那个文盲对你 崇拜的一塌糊涂 你怎么连这个字都能认识 你太厉害了 你还会说英文 还会说日文 你还会说几句法语 你太牛了 但是你是三年级的水平 你知道三年级上面 还有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还有初中 高中 还有各种各样的学位在哪个地方 对吧 所以对表扬 是这样一态度 那么对批评 有着改字 无知假免 不要在意对方的发心 这个人就是最恶毒的 最坏的坏人 所以他说的任何的东西 我都因为 首先对这个人 人的人品 或者是发心 判断完了以后 然后就忽视他所有的意见 这是最糟糕的 那么你好像是觉得 就是一个 因为认定他是坏人以后 然后他的意见就一文不值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 真正的愿意花时间来骂你 来给你发恶评的 这些人才是你生命中的贵人 就是你的朋友 宽容你所有的缺点 你的敌人 他会拿的放大镜 找你的缺点 然后曲解他 然后呢 就是放大一千倍 然后用所有最 朝恶的方向 去解读你这个东西 所以讲 你有这个孩子 无这个假面 你要 忽视他这个发心 他的出发点 是打倒你 还是搞臭你 但是呢 你去讲 由于他这样批评你 说话不谨慎 前后打脸 你下次就要 愈加谨慎 当别人挑你 标点符号的毛病的时候 你下次就要 注意标点符号 而不是讲标点符号 有什么重要 老子就不用标点符号 你咋的了 对吧 不能有这种态度 所以就是这些人 才是你真正的 最好的 培训你的人 锻炼你的人 让你成长的人 表扬 如果能往 把你往前推一厘米 那个批评你的人 监督你的人 随时到公安局 举报你的这种人 就是你到税务局去举报你的人 公安局去举报你的人 移民局去举报你的人 这些人才让你规规矩矩 生活在安全区里头 一点都不会动坏的念头 因为你一动一点点 他就能帮助了政府抓你 对吧 所以你忽视对方的发心 然后对待他们指数的问题 有着改字 无着加冕 好 注意这句话 如果你接受谬战 不会脸红的话 你受到批评 也就不要愤怒 说你好话的人 和说你坏话的人 这两种人 其实是同一类的 就是 就像阴阳一样 他是会转化的 他是互生的 互生共存的 这样一个东西 相信大家都知道 能会害你的 都是你的闺蜜 对吧 跟你没关系的这种人 往往不害你 网上骂你两句的人 他不会收集你的黑材 然后就是把你害得多惨 都是你自己的这个闺蜜 同事 你原来有利益的 这个合伙人 等等这些人 他才来弄你 所以很多 喜欢你的好 不喜欢你的好 都是你在这个生命里头的 如果讲是一个列车的话 他就是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一站 跟你相同 你的小学同学 你的多年以前的这个朋友 他不会天天来刷你的朋友圈 刷你的这个视频的 他根本就不会在意 对吧 连你的老妈都不见得会讲 你的每一期视频 他都会去看 所以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的话 其实表扬和批评是一回事 如果从自我的进步和改正 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批评其实对你的帮助是极大的 他约束你 他督促你 他就是不断的让你纠错 他是那么的严厉 就像一个老爸训练小孩一样 就是别人不会用棍子打 老爸会用棍子打 对吧 这个才能把他 才能让他能够有些错误 能够得以纠正 好 所以看前面讲的 我讲四个层级 你没有必要讲 我非要达到第四级 但是我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思考的框架 或者成长的路径 给大家分享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达到第四级 你这种东西不是 这个结果不是仅仅对付 一个网络的评论的问题 你看我们讲 对付表扬批评 和这跟你的朋友圈 跟你的工作生活 或者家庭环境里头 这个原则是不是也能用得上 对不对 就是像这一点 我们讲的 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 不要讲去判断对方的发心 当我们去判断别人的时候 这就很可怕 因为你知道吗 判断是不可能准确的 当别人说一句话的时候 这句话 它是讽刺你 它是挖苦你 它还是故意说反话来激励你 你不是你很多的这种应用场景下 你是没有办法准确判断的 对吧 尤其是在网络留言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这个是 我是 我是搞过很多很多这个群的 在群里头 都是老胡的朋友在一起 一碰就吵架 对不对 那吵架的原因 很多时候是不是价值观 很多时候是用错了一个表情 或者是没有用表情包 或者是 或者是 他是一个很直率的人 然后别人根本不知道 他是个直率的人 他不知道这个人的 以前的这种经历 所以会看到有的人 前两天还挺好的 今天就开始吵架 在这里头 并且那个吵架 那个事情 跟他们两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他都能吵得起来 所以语言 尤其是文字里头 是非常非常苍白的 尤其是在网上这种东西 在情绪的 那个最粗糙的时候 最原始 最本能的情绪爆发的时候 留下来的那个话 不是正儿八经的 像小作文一样写出来的 所以他的表达 是会有很多的漏洞的 也就是说 是会极大的被别人误解 所以不要去试图 去判断对方的发心 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有经验 因为我有很多的时候 去看一个人的评论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家伙怎么这个样子的 说这样子的话 阴阳怪气的 结果 如果你要把这个人 以前的这个留言一翻出来 你就能理解这个人 是 他是真正的意思 还有呢 就是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你不能理解他 觉得非常生气 有没有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经常在群里头发现 结果他其实 不是在跟你说话 然后你听了会非常生气 以为他在怼你 这种情况在电报群里头老发生 就是说 那个人是在 at另外一个人 但是呢 是 是你在这个话题的 参与讨论当中 你一上来看 你就觉得他是针对你 然后先把架吵了 再说 吵完了以后 那个被吵的人 他觉得莫名其妙 那怎么回事 但是呢 没有办法解释 情绪上来一上头 已经是二三十条 这个信息就出来了 并且这个时候 要有 要有这个喜欢看人脑的 再出来点几把火 然后再来 这个扔几块砖头的话 那就炸 这个群就炸了 就这种情况 我看的很多很多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 这个关于黑粉呢 其实我把它拓展了一点 就是正面的和负面的反馈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 去不断的 用这样一个思考的框架 来训练自己的话 你慢慢慢慢就能够 发现自己 能够更加平和的 去对待别人 不会去 就是特别喜欢 或者沉迷于那些 给你写表扬性的那些人 那些人 其实从本质上 我讲阴阳互转 这些人 就是曾经爱过你的人 他要是 他要是开始恨你的话 他真的会拿刀子来捅你 或者是拿老鼠药 把你弄死的 对吧 所以啥意思啊 就是这些人 其实本质上没有差别 如果你要能看见 他的真实的情绪 激烈的情绪的话 就是负面 最能展现出 一个人的本质特征 而不是正面的 所以正面和负面 要都接受 全盘接受 不带情绪的接受 我知道这非常非常难 所以我才会像 刚才讲这个四个步骤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能够 从我自己和我 很多的同学的 这样一个成长过程当中 能够看见这种清晰的 这样一个进步 就是你能够观察到 自己的情绪 一步步在减弱 在加强 在减弱 在加强 然后就像这个波形图一样 这个阵幅 这个阵幅不断地减弱 减弱减弱 然后你能够看它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有个习惯 我就是我会经常打开 集中的看那些副屏 我就这样子打开屏 我就这样子看着他 看着他 然后内观我自己的情绪 我是不是就是说 生气不快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最后到 比如说看这个 看这个人的留言 我从几天几天非常生气 到一个礼拜后 我再把它看出来后 我心里讲 我谢谢这个人 如果能够到这 就是这一关 对于这个人 这一关就过去了 然后你用这种方法 去对付十几个不同类别的 人身攻击的 长相攻击的 或者是各种 阴阳怪气的 你都能够接受它 并不是讲 要把所有的 网上的不礼貌的 或者是恶毒的东西 去合理化 不是 那些东西我们无法改变 我们不跟任何人去辩论 就是说成年人的世界 只做筛选 不做教育 我不需要就是把一个骂我的人 把他强行 把他改成 让他喜欢我 或者是跟他去做解释 不需要 你只是讲 我应该要有勇气和智慧 去面对 接受那些骂你的人 然后你真的 就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有意识地 往一个好的方向去修为 修为的结果 不是去拯救这个世界 而是拯救你自己 让你心安 让你不会受别人的 这样一个 别人的情绪 别人的低级 来捞乱你的心情 因为做自媒体 是一个公开的 在这个场合 你不能讲 我从此以后 把所有的评论都拿黑 关闭评论 对不对 不可能的事情 你即便是关闭评论 有的人还会单独做节目 来骂你 他不需要在评论期里 跟你互动 他可以做节目骂你 所以我们 与其想把它躲 躲起来 或者是 或者是 好像 就是用激烈的方式去反抗 因为你任何一种激烈 我们讲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你用暴力 去反对暴力 最后双方都是受害者 我还不如去 像太极拳一样 把所有东西都接过来 然后把它化掉 把它消化掉 该吸收的吸收 该拉的把它拉掉 然后干干净净 生清气爽 这多好呢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